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見這麼漂亮的環境 別以為我在五星酒店吃著自助餐 其實是一隻船碎片 沒錯 全泰國最有名的遊船公司 就是這一間 一般來說 船河的自助餐 通常都是一般的 但這一間就不一般 所食的種類多之餘 有些食物種類別處都沒有 例如這一味 蒜蓉芝士焗蜆 別處都沒有 真的蠻好吃 跟其他船公司的船不同 這間公司的船地下 全部都是雲石所造的 雲石所造的地下有個好處 就是令人客不會那麼容易雲浪 為什麼 因為雲石重 重聚著的時候 就不會擺下擺下 於是如果較為容易雲浪的話 這隻船也較為適合你 他們的船分了幾隻 有大有小 不過不論大和小也好 都是有兩層的 上面那層沒有冷氣 下面那層有冷氣 想吹海風嗎 上樓上吧 每天晚上八點鐘 很多外籍的遊客 就會來到這個碼頭 陸續上船 上了船之後 就會沿著超拍夜河 一邊遊 一邊欣賞風景 一邊吃自助餐 好老實說 這艘船可夜宴 並非全新的懷疑 但至今都很受遊客歡迎 看看 每晚都這麼多人下船 再加上在曼谷 都有多間船公司 負責這種活動 可見至今依然是有的存在價值 作為遊客的你 都不妨你遊一遊 享一享 看一看 吃一吃 這艘船是屬於這間公司 如果你是遲到大王 這艘船適合你 為什麼呢 如果你遲到一小時內 就有機會坐這艘船 不過不是坐這艘船 吃自我餐 還有遊覽未登航 而是說 如果你遲到八點鐘 大船開走了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有小船等你 等你一小時 你便坐一隻小船 然後追上大船 讓你上船 繼續享用自助餐 但超過一小時的話 上也沒意思 一望兩望都離開 但當然大家最好 不要遲到 否則整艘船 只坐你一個半個 都不好意思 雖然曼谷超拍椰河的河景 比不上香港維港兩旁的景色那麼美 但總算美景源源不絕 左邊右邊 兩旁總有很多風光明星 美的佛子美的橋樑 總叫人目不下級 在夜晚黑清風送爽之上 在這裡喝酒 聊聊天 看看景色 都不錯